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规模 改变消气 是真的啊 词是这样 规模 是真的啊 有没有什么改变 不管是生活或者工作 孩子已经接不住了 戴个眼镜 好了孩子 你说吧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我们只知道帅雷泪PT舞跳得好 没想到他歌唱得也那么好呢 一上来帅雷泪和张艺兴 就顽皮的和我们记者开启了玩笑 而接下来的访谈更是实力教学 什么叫做尬聊 我想问 潜伏这样的这种好的剧是怎么拍出来的 我也想拍一个 真的吗 真的 我特别想就是为了国家你知道吗 就是像余泽成那种角色真的是太记忆有形了 你前一阵还想演杀手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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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 我没认识我 他不这样的 他喜欢的不是这样的 没有这么厚的东西 我走了 最爱是谁 对 每个人的那个那个不太一样吧 取向不太一样 取向还是都一样 就是我同一个意思是说他的表达方式不大一样 我说性格取向不是性取向 气死我了 他感觉 说那五人谁最丑 对 这个必须要回答 谁最丑 最好的感情状态大概就是孙洪磊和张艺兴小哥俩这种 你在那他在笑 红星CP大哥和小弟的人设深入人心 每集都要秀秀恩爱 那么录制了三级极限挑战 二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变好了人变得透彻了通透了 然后内心更强大了 然后新的容量更宽广了 我在改变是就是很开心啊 就是跟哥们一起玩游戏就开心 辛苦了 这孩子现在学坏了 怎么来过 喜欢他这样的一个转变吗 变成小狐狸了 其实有时候挺矛盾 就喜欢认识的那个时候小弟弟 但是你看他成长了 你看他那个英姿大爽的 在那个舞蹈里边 自己游刃有余的 轻疏远臂的耍帅 经常录一些视频给我们看 我觉得太自豪了 那你必须要让他成长 而且要快速成长 然后发挥自己身上那个那些优势长相 在影视剧中一直以大哥硬汉形象出现的孙宏来 在极限挑战中意外的成了颜值担当 一身公主病的帅人类 爱门的张艺兴则是通过三季节目的磨练 从小绵羊升级成为了小狐狸 而哥俩的友谊却是越来越深厚 我会觉得一心像我的弟弟 像亲生弟弟 对 因为我们俩太像 我第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就觉得像一个麻生的 对 我有这样一个弟弟 而且我从小就是最小的在家里 我杭三嘛 所以我上面有两个哥哥 我不知道有弟弟妹妹是什么感受 所以我可能就是和一心我们俩的那个性格呀 包括对自己那个狠的程度啊 各方面反正很像 我看到他就看到我小时候自己 所以可能当做亲弟弟来带吧 就非常难得 男人之心也很难得 有一个就疼我的哥哥 当然 今天男人帮的哥哥们都特别疼我 在极限男人帮中 年纪最大的是1970年的隋鸿雷 年纪最小的是1991年的张一新 两者相差了21岁 性格相貌差异也很大的 两个男人因为一档节目 而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 就这么成为了综艺界的清流 实属难得 互相惦念 互相拆台 一失一友 恐怕这就是友谊的最高境界了吧 爱奇艺上海报道 爱奇艺 月祥品质